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主日是以年长年期第三十主日 199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葡萄牙的小说家 Jose Salamago 他在1995年发表了一部重要的作品 这部帮他带上文学桂冠的杰作 就叫做《盲目》 这部后来还改拍成电影 叫《盲流感》的小说 是在描述一个不确定的年代 在一座不知名的城市里 一位司机因黄灯而停下车来 在等待绿灯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瞎子 什么都看不见了 所以在路口动弹不得 一个好心人开车送他回家 却是成了第二个牺牲者 也跟着成了眼盲的人 接着 接触以及治疗这位好心人的眼科医生 竟然成了第三个牺牲者 这《盲流感》就好像凶猛的SARS 非典型流感一样 以极快的速度一个接一个地蔓延开来 而让整座城市陷入一片的混乱 于是卫生署就下令把所有感染 眼盲的人都赶进一间精神病院 而且隔离开来 并派武装士兵把守 甚至向他们开枪扫射 以杜绝这怪症继续传染 就在此时 罪恶也在幸存的盲者当中 开始萌芽 因为大家以为 反正彼此谁也瞧不见谁 谁也看不见谁 所以一切偷鸡摸狗 混水摸鱼的事件 譬如说 肉落墙食 粮食被偷 妇女遭强奸 等等等等 一件件邪恶的事就发生了 当整座城市的市民 全部都染上了盲流感的时候 却只有医生的太太得以幸免 因此所有一切的丑陋行为 都一一落入医生太太的眼中 而她为了照顾失明的丈夫 也为了她自身的安全 所以就不得不委成自己也是瞎子 但也因为她是唯一能够看清真相的人 所以她也扮演起唯一见证者的角色 同时也负起了连结所有人物彼此情感 以及彼此互动的那个责任 弟兄姐妹们 在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 我常常恍如深历其境 总觉得故事所描绘的情境 是那么样的真实 所以这些情境 常常在阅读当中 直逼到我的眼前 后来我颤抖地发现到 原来这部小说 不是在讲一个虚构的故事 它跟我们当今人类社会 每天所发生的大大小小事件 原来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这些故事离我们不远 它们就真实地发生在我们周遭 甚至我们就是故事的主人翁 因此诚如作者自己所说的 他就是要把我们普通人 转化成为文学人物 但是弟兄姐妹 我却是从这些文学人物当中 残酷地看到我们自己 而且任何一个活人都逃不掉 在故事里 作者就借着这位唯一 能看清真相的医生妻子的口 为我们道出了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 以及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问题与癥结 他说 我觉得我们并没有使命 但我认为我们本来就是盲目的 盲目却又看得见 看得见却不愿意看见的盲人 这句话就像一则失落迷茫的预言 透过一群盲目没有名字的盲人 却是道出了人类 因为一窝蜂的盲目 而陷入丑陋的欲望和不可救药的意识形态当中 是的 弟兄们姐妹们 我们当中有些人是盲目 却看不到自己的盲目 甚至还为自己没有盲目 而盲目地在辩护着 有些人 则是盲目 却又看得见 但虽然看得见 却又不愿意看见的盲人 那儿就算看得见吧 但所看见的世界 是否真的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事实上 这是希腊哲学早就已经探讨的问题 柏拉图 这位我们都认识的希腊哲人 他就曾经说过 很多人其实是活在山洞里面 只看见山洞里墙壁上的影子 便以为那个影子就是真实的世界 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看见的只是假象 因此一生都在虚假当中度过 有一部电影 The Matrix 中文翻译成《骇客任务》 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部作品 这部作品 就是试图用现代的影像跟语言 来表达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柏拉图的那个哲学思想 在电影情节当中 电脑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山洞 而我们就是活在电脑这个山洞里的人类 电脑所给予人的虚拟影像 我们却以为是真的 因此完全活在虚拟的世界里 而人只要安于这个虚拟的世界 电脑就会供应你所需要的生命养分 男儿弟兄姐妹们 就因为电影故事里的主角 开始怀疑 开始疑惑这个虚拟世界 因而被电脑世界所排斥 进而被当作废物要清除掉 所幸 他被一些已经走出虚拟世界的人们 把他救了回来 这个电影故事里的主角 正是现实世界中所有盲目 但却渴望光明 看见真理人的代表 或许 总有些人多多少少 体会到自己看到的是假乡 因此更进一步 渴望看到真相 本主日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非常美丽 这篇美丽的福音 正是向我们叙述 一个渴望能够看见的 盲人的故事 这故事向我们述说 一个耶里哥的瞎子 在遇见耶稣之后 怎么样重启了光明 如何看见的真相 如何认识的真理 故事发生的地点 是耶里哥城的附近 这座城 虽然世世代代 承受的诅咒 而处在罪恶的暗黑当中 但却是挡不住 这位将为我们受苦受死的救助 他就是要借到他的死亡 来为我们的生命 除去罪恶的诅咒 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光明 在福音里 我们所看到的 是一个充分认识自己 知道自己是盲目的人 同时从他对耶稣 那充满信德和盼望的呼求 我们更能够体会到 他那深切的渴望 渴望能够得到意志 因此 这渴望让这名叫做巴尔提买的瞎子 竖起了他的耳朵 大开了他的心 而听见并觉知到 有什么不寻常的事 正在他的周围发生 于是他不仅为自己 也为马斗福音中 所叙述的另一个瞎子 大声的祈求 他询问旁边的人 这阵骚动究竟是怎么回事 而当他知道 这是他日夜所期待的那位 正路过这里 要往耶路撒冷去 他便抓住机会 狂呼呐喊 这是他第一次 而也将是最后一次的机会 能从耶稣那里得到 他所最需要的 当然 他绝不放弃这唯一的机会 于是提高声音呐喊 耶稣打尾之子 可怜我吧 然而 这渴望 并没有得到其他人的鼓励 许多他身边的人 就折斥他 要他闭嘴 不要出圣 因为 大家都在盲目当中 怎么可以理解他的心呢 但是他绝致 再也不要停留在 现在黑暗的光景当中 他再也不愿意活在 老师听来的虚假真相当中 这虚假的真相 如果 误患心仪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透过网路 透过媒体 透过成天在电视里 刀刀不休的 名嘴 政客 等等所告诉我们的 所谓的真相 可是其实根本就是 假象当中 所以他要耶稣帮助他 冲破黑暗 冲破虚假 他就是要看见光明 他就是要看见真理 所以这个瞎子 喊得就更加凶 更加厉害了 达位之子 可怜我吧 瞎子的一再喊叫 弟兄姐妹们 也成了我们 虔诚祈祷的榜样 不是吗 这瞎子的喊叫 教导了我们 越是有困难 不就越要坚持不懈的祈祷吗 而我们坚持不懈的祈祷 有绝对的充分的理由的 我们有绝对充分的理由 像巴尔提买这样喊叫着 因为我们所拥有的耶稣 就是一位充满慈悲的墨西亚 他就是今天的第二篇读经 至西伯然书所说的 我们所拥有的大四季 他有能力同情无知和迷途的人 而福音中的瞎子 所代表的 不正是我们 所有因罪而成为盲目无知 和侮辱其徒的人吗 我们能常常因为心盲 而处在黑暗当中 看不到光明 也找不到生命的出路 然而 只要我们愿意依靠 耶稣的同情 依靠耶稣的慈悲 我们就可以在祂的光照下 走上得救恩的道路 找到生命的途径 使得弟兄们 姐妹们 我们既然拥有如此疼惜我们的天主 因此福音中的瞎子 当然有理由对耶稣 如此满怀信心地继续呐喊着 这位瞎子 祈求的对象是慈悲的耶稣 而非群众 所以除非答案来自耶稣 所以除非回应来自耶稣 其他一切他都不接受 而耶稣 是从未拒绝有需要者的呼喊 所以众人的哲词 只是促使瞎子更加坚定地呐喊 瞎子迫切地求垂怜的行音 立刻就传进耶稣 怜悯和慈悲的心中 耶稣不顾众人的阻拦 停下脚步来 回应了巴尔提买的呼求 呼唤他来到自己的跟前 而巴尔提买的回应 则是扔掉外衣 跳起来一步跃出 带着信心 直接来到耶稣面前 弟兄们姐妹们 我们不也是该当如此吗 当我们在祈祷的时候 我们不是也必须 丢开裹在我们身上 自以为是 自以为意的那件外衣吗 我们不也是要卸下一切重担 和纠缠我们内心的罪恶 来到耶稣跟前吗 当巴尔提买 来到耶稣跟前 他敏锐地听力 听见耶稣 以他慈悲怜悯的声音 并充满慰藉的声调 对他说着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身为全知全能者 耶稣当然知道 这个人所需要的是什么 但是耶稣时常问那些 想得到医治的人一些问题 他的目的就是希望 这些求助者 能够发信德 用信德去说出他们的需要 以预备好他们的心灵 接受他们所因因盼望得到的祝福 与医治 所以瞎子巴尔提买 回答耶稣说 老师 请让我看见 在这回答中 毫无迟疑 毫无惊慌 毫无疑惑 因为他对耶稣充满了信心 这个信德的祈求 我想听在耶稣的耳朵里 一定如同音乐一般 令耶稣如此欢喜喜悦 所以触动了他那慈悲和怜悯的心弦 而发出与瞎子的祈求 相互和弦的美妙乐音来 所以他说 去吧 你的信德救了你 这句充满恩宠的应许 弟兄姐妹们 一定足够巴尔提买 余阴落凉一辈子了 故事到此 似乎应该结束了 可是没有结束 故事紧接着告诉我们 另一个讯息 事实上 这个讯息才是真正的止运 这个讯息就是 瞎子就在路上 跟着耶稣去了 是的 瞎子利用机会 马上就跟随了耶稣 现在他的生命道路 可以走得稳稳妥妥 稳稳荡荡的了 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只是希望疾病得到治愈 而来到耶稣的跟前 但现在他超越自己的私欲愿望 而去跟随了耶稣 是的 为了更有能力 并且真正的去看到真理 认识真相 我们需要的不只是遇到耶稣 而是要跟随耶稣 就像巴尔提买一样 因为我们无法凭我们自己的力量 去瞧见真理 去认出耶稣 纵使我们已经多么接近真理 靠近耶稣 但是凭我们自己 我们能就没有办法看见 也没办法认识 马古福音一直强调 耶稣是一个我们无法掌握 无法掺透的谜 或者说秘密 墨西亚的秘密 没有他的意志跟恩宠 没有人能够明白他 看见他 也不能看见他要我们看见的人生真理 人生真相 弟兄姐妹们 这则发生在两千年前的美丽故事 在时间上已经过去 但是在真理上 却是万古长新 巴尔提买代表了一切渴望 医治获得光明的人们 而纳扎的人耶稣 他是世界的光 他射出光芒 在他内完全没有黑暗 一旦我们把自己放在 像瞎子巴尔提买一般的位置上 祈求天主的灵命 我们的瞎眼便会看见 耶稣就是光明 就是释放者 就是救赎者 并透过他的光照 而能够让我们找到生命的真理 与真相 并且有能力去为这真理作证 帮助人 走上真理的道路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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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